十字路口叫车一个左转 当场急落行走的富人 富人惨摔在地 右手手指抽动 痛苦地坐起身来 惊险车祸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左臀部疼痛 牙龄我们看一下 有稍微出血的状况 有小众头她是要去推拿的 路上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 就过马路就被车中 事发在南投草屯 副林路二段 民众看了车祸影片 议论纷纷 有人说驾驶应该是 A柱挡柱视线 又有人发现富人 没有走在斑马线上 也是有责任的 又没有走斑马线 我会变得就不对了 到底谁对谁错 警方也给了答案 行人没有走在行船线上 穿越道路可以 处罚新来币500元 车辆的步行径道 有行人穿越道的时候 一定要领上行人 大概距离三公尺 警方强调只要有斑马线 行人就一定要走在线上 而车辆也得与行人 保持三公尺距离 所以当有人在过马路时 斑马线左右两侧三公尺范围内 车辆不得靠近 这件车祸双方都有错 驾驶和富人都要拔 记者曾伟祥成功任王世函 南投采访报导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 来等酒店推出的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